在《四福音》里面,约翰福音是很特别的一本书。 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十几次提到真这一个字。 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十几次提到真这一个字。 那我们仔细看约翰福音里面讲这个真,其实就是指着神。 也就是说,人找到了神,他才可能找到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 那我们上一次查考过真光。 主耶稣是真光。 祂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光,祂是真正的光。 那个光含有生命。 有永生。 那个光是荣耀的光。 那光也是圣洁的光。 那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真神。 我们所拜的是真神。 那表示跟一般人拜的神不一样。 这个真的神是不会改变的。 而且祂是活的神。 所以你敬拜祂,你会有体验。 人死了,你怎么跟祂叫,怎么跟祂喊,祂都没有反应。 但是只要人还活着。 你跟祂讲话,祂会有反应。 人造出来的神是不会有反应的。 那我们所拜的是真正的神。 那圣经约翰福音也讲说真正拜神的人。 就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祂。 今天下午我们来参考真理。 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 我们先看十八章。 约翰福音十八章。 比拉多就问他说,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是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三十八章。 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 我们看当时在审判主耶稣,那个审判官叫做比拉多。 他有权柄要定耶稣的罪,或者把主耶稣释放。 他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 然后他问主耶稣。 因为很多人控告主耶稣说,他自称自己做王。 因为很多人批评耶稣说,他自称自己是王。 那当时这个犹太帝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不允许有一个人说,我是王。 因为这就是表示要反抗的意思。 所以比拉多就问主耶稣说,那你是王吗? 这个王比拉多在问这个王是指着地上的国度的王。 但是主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 主耶稣讲这个王,他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 主耶稣讲说,你说我是王。 主耶稣讲这个王是指着属灵的国度。 所以两个人虽然在讲王,但是他们讲的王国不一样。 耶稣是来世间做属灵的国度的王。 那下面说,我来是要给真理做见证。 那这个比拉多就听不懂了,那真理是什么。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就是真理。 你想,哲学家在追求什么。 他不是在追求真理吗? 那我们常常跟一个人在谈话说,啊你不讲理。 那什么叫做不讲理。 那讲什么理。 讲你的理,讲我的理呢? 你看,每一个人都有一套道理。 讲的头头是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理。 那到底那个理是指着什么。 那到最后就是指着真理。 所以我们人最重要就是要寻找真理。 但是比拉多官位坐这么高,又在审判耶稣,他真理是什么,他也搞不懂。 Pilot, he is at such a high level, and then he is judging Jesus, and he didn't know what is the truth. 那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们说,真理是什么。 可能我们也很难回答。 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可能也很难回答。 真理是什么。 那我们看主耶稣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人世间呢,那个集中的真理是什么。 好,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十七章。 Johan chapter seventeen。 Johan chapter seventeen。 十五节。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儿子。 十六节。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十七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十八节。 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来,我照样也猜他们到世上来。 十九节。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也叫他们因为真理成圣。 。 这里主耶稣在谈到基督徒的身份跟本分。 他说基督徒是不离开世界的。 所以你看我们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盖在都市。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精神。 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世界,要住在这个世界。 所以主耶稣说,你必须留在这个世界。 你必须留在这个世界。 你看那个,特别是美国,大的城市里面的医院。 你仔细去查考那个出名的医院的历史。 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跟基督教有关。 如果您搜寻找那些大历史的医院, 在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跟基督教有关系。 因为刚刚他们几百年前要信耶稣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进到人多的地方,建立医院。 这代表基督是不离开世界。 但是他又说我们是不属世界的。 要住在世界又不属世界。 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地上做客人。 圣经说,世界是属魔鬼的。 但是我们是属神的。 所以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属这个世界。 那怎么办?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罪恶。 从属灵上来讲,这个世界是污秽的。 我们洗礼以后就穿白衣服。 是干净,是圣洁的。 这个世界是污秽的。 你打开电视来看。 有太多的不好的东西在里面。 从网路里面也有。 从这个Radio里面,那个Talk Show里面也很多。 从报纸里面也很多。 从到处这个酒吧啦,夜总会啦,娱乐场所啦。 里面都很多,醉在里面。 那我们一个人啊,洗礼之后是神主的保血,把我们洁净,洗干净了。 那在这个污秽的世界,这样很容易就把我们自己弄脏了。 那怎么办? 主耶稣又叫我们说不要离开世界,最好就爬到山上去,都没有试探,没有引诱。 但这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啊。 所以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这主耶稣向天上的神祷告,你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真理是什么? 就是神的道。 这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诗篇的一百一十九篇,然后再回来看这一节。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八十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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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一百一十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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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这个大卫做事这样说,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我们刚刚已经,主耶稣有说,你的话就是真理。 所以,真理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天是什么? 你现在指天。 再过十六个小时,你再指天。 如果我们有这个天文的知识,你就知道不同的方向。 非洲人指天,跟我们指天,也不同的方向。 所以,天就是指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空间。 所以,神的话安定在天。 这个安定在天就是说,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神的话都是有功效的。 你看,我们在美国,每一周的法律有时候都不太一样。 所以,法律不是真理。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 这个不是真理。 这是为着方便国家,他所定了一套的规则。 那下面就说,传统也不是真理。 所以你看,中国人的传统跟犹太人的传统就不一样。 非洲人传统也不一样。 非洲人,他们聚会,敲楼打鼓,跳舞。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传统。 这个不是真理。 那下面说,八十九就是直到永远。 这个永远就是无穷尽的时间。 历史一直在演变。 历史一直在演变。 你发现,这个社会的潮流、思想不晓得改变多少。 但是真理是不会变。 直到永远不会变。 我请问大家想想看,有哪一国的法律是两千年前设立到现在没有变的? 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是超过两千年。 都是时间一变,社会环境一变,文化一直变,法律就变。 但是神的话没有改变。 我们看这本圣经。 新约圣经历史差不多两千年。 旧约圣经的历史大概三千五百年。 圣经两千年来没有改过一个字。 两千年前的人。 他的文化、社会、思想潮流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但是读的圣经一样。 我们教会也传到非洲一个法语国家。 我听了一个法国弟兄去那里做空。 他说他们讲的法语是现在法国人一百年前讲的法语。 因为这个言语一直在改变。 但是圣经用的是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可贵的地方。 你看这个时间这样演变下来,多少本书啊,人读过了。 只有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变。 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能够有神的话来追求,来遵守。 这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是真理。 那愿福音我回到十七章里面说,求你因为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真理会让我们成圣。 怎么用真理使我们成圣。 我们有查考这个愿福音第四章说,敬拜神的人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祂。 我们看那个愿福音第四章。 好,我们看如果英文就讲得很清楚。 真正拜神的人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祂。 这个诚实英文就是true,t-r-u-t-h,就是真理。 我们很多在拜神的不同信仰的人拜神都是用心的。 所以佛教徒啊,我们看到很多人问他,你说你信什么?信佛教。 你怎么在拜偶像? 其实真正的佛教是不拜偶像。 那拜偶像的那个佛教是跟道教混在一起。 所以很多的信仰他也在讲心。 但是差在哪里? 那真正拜神还要用真理来拜祂。 真理就是神的话。 也就是说用神的话来调整我们的生活。 用神的话来调整我们的观念。 用神的话来调整我们的心思。 那如果我们都用真理这样来引导我们自己啊,活在真理里面啊,我们就圣洁也不会犯罪啊。 现在这个世界就是离开真理太远。 你看,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快乐。 只要快乐就好。 他不是用真理做出发点。 所以快乐多的地方,罪就多。 你看那个酒吧啊,赌博的地方啊。 不是醉很多,跳舞的地方啊。 那钱也是一样啊。 赚钱本身并没有错。 因为我们生活需要用钱。 但是要用真理做引导。 那人就不会为着利,忘记了他,而不择手段。 因为有一个轨道让我们来做真理。 拜神也是一样。 用真理来引导我们拜神。 那这样我们在神面前就会成圣。 所以真理就是神的话,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因为让我们圣洁跟神一样。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 先看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回到腹那的地方去。 这里主耶稣更清楚地讲。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很多人很难了解这句话。 耶稣是一个人啊。 怎么说我是道路。 耶稣是一个人。 怎么说我是生命。 我是真理。 对,听不懂。 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日常生活的属灵的事情。 所以听不懂。 其实当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祂是用属灵上的想法在讲。 因为主耶稣就是神。 祂是神成为人来地上。 所以肉体上来是人,但是祂里面是神。 所以当他讲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 祂是从属灵上来讲。 所以从神的观点来讲。 所以从神的观点来讲。 祂说我是道路。 我就是道路。 那这个道路就是要连接两点。 这是道路。 当主耶稣说我是道路, 那这个两点是要连接哪里。 下面一句话,第六节。 如果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 这是说没有人,人就是住在地上啊, 父就是在天上啊。 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 这个路就是要从这个地上要通到天上。 这是一条道路。 那这条道路就是主耶稣本身啊。 所以没有借着主耶稣, 没有人能够从地上回到天国去。 那主耶稣是怎么样做我们的道路, 让我们回到天国去呢? 下面说我就是真理。 也就是借着主耶稣所说的话, 我们就能够回到神那个地方去。 今天如果我们人生想要得永生, 如果我们要跟神的国有份, 你要找到那一条路, 那一条路就是耶稣本身。 那怎么走到耶稣这条路上面呢? 就是照着祂的话去做。 因为祂就是真理。 所以祂的话就会引导我们到天国去。 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如果不是从水跟圣灵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水生就是借着洗礼。 就是祂的血捷径我们的罪。 从圣灵生就是领受圣灵。 那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就是一条路。 你照这样去做,你就会得永生。 那这句话里面包括祂的血,祂的灵。 也只是祂本身。 所以祂就是道路,就没有错。 那我们走到这个道路上, 就会得到生命。 因为在神里面没有死亡。 所以圣经说神是亚伯兰神, 伊撒的神,雅各的神。 因为神是活人的神, 不是死人的神。 亚伯兰肉身死了几千年。 但是在财主拉撒路的故事里面, 亚伯兰还活着。 他还活在乐园里面。 所以在神的国里面没有死亡。 我们借着主耶稣回到神那个地方, 就没有死亡,永生。 所以真理跟得救有关了。 太重要了。 你没有找到真理,你就没有找到得救的道路。 所以世界上你看很多宗教都有很美妙的理论, 但是不是真理,所以你没有把我救人。 因为没有真理,就没有如何走。 好,我们再看约十六章。 十二节。 十二节。 我还有好多事告诉你们, 但是你们现在不能够明白。 十三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 祂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这里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 好,但是你们不能够明白。 因为主耶稣讲的话就是真理。 那十三节说,真理的圣灵来, 祂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所以我们现在得的圣灵叫做真理的圣灵。 这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如果圣灵浇灌下来,我们就容易明白真理。 所以我们很多人有体验。 你一得到圣灵以后, 忽然发现你在看圣经,你在听道理,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听得懂。 因为神的灵会将神的智慧, 赏识在你心里,打开你的心门, 你到底听得懂。 所以要打开圣经的那个钥匙在哪里。 因为圣经是封住的。 你看有的人每一个字也会念,每一句话都会念,就是看不懂。 他如果看得懂,他今天就信了。 那为什么看不懂。 没有那个钥匙。 那个钥匙就是圣灵。 所以圣灵叫做真理的圣灵。 那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如果我们要得圣灵, 或者你要被圣灵充满, 你要走在真理上面。 那圣灵才会降下来,才会充满。 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体验。 习惯,怎么求圣灵这么久都得不到。 有时候我们就发现, 他有哪一个怪的习惯还没有改。 那个坏习惯一改祷告就得到圣灵。 因为那个坏习惯跟真理不合。 好。 好。 好像抽烟啊。 喝酒啊。 或是你喜欢看有事情的那些电视节目。 这个都跟真理不合。 那你这样一支祷告你得不到。 那你现在改了, 改了就是走在真理上, 一祷告圣灵就下来。 所以人要靠近神, 悔改很重要。 什么叫悔改? 悔改就是回转。 那回转到哪里? 回转到真理上面。 那你如果一个人敬拜神, 你不愿意悔改。 就是表示我的想法, 我的做法, 我一切所做都没有错。 但是很可能他偏离真理已经很大。 那你离开真理, 你祷告圣灵就很难降下来。 那我现在愿意悔改。 改变照圣经的话这样来过圣灵。 真理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本身。 所以当你一改变, 回归叫真理, 你就是靠近了神, 圣灵就下来。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真理,真理是什么? 很重要。 这就是神的话。 也就是主耶稣本身。 这是人世间最宝贵的。 最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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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宝贵的。